最后用一些的时间 把这一篇的一些的播主和弟兄姊妹们分享 那这一篇是说到祷告这件事情 那我们第一啊 祷告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注意就是 他说到 弟弟兄姊妹说 做基督徒得救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知道如何来接触神 若是这件事情我们学不好 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其他的实行 我们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基督徒 所以这个是祷告的重要性 第二 祷告的意义啊 那这一篇里面在祷告的这件事上 我们的认识啊操练实在是很多都是错误的 并且是偏调的 你看正经理解讲 凡世界的祷告祈求 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毕竟就有这件事 但是我们祈求的 常常都是比较是在物质的范围 我们得着的 我们得着的 我们有病 我们要健康 然后 可是我们有没有摸着神呢 这一周啊 我就学习到一件事情 真正要跟祷告摸着神 其实他有好多 你看他有什么 他有呼喊神 他有增赏神 他有接触神 他有有废瑜神 然后他有得夺神 然后他有 发表神 还没有到那里 你就发现到 跟这位神之间 意思就是说 他我们需要操练到一个地步 他说到 我们要放下 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我很差 我坏 我都别放下 我自己的环境 我现在 家庭里面 碰到一些难处 全部都要放下 我们就单单的 向着这位主 向着他 有敞开 有瞻仰 有注视 有不停的在那里 向着他 这个才叫做 在这里 接触神 并且 对他所得主 那换句话说 第三 就是 祷告有好多种 这一抽里头 至少我们有看到好几种 他说有一种叫做 求问的祷告 是 最 尊重神的 求问的祷告 常常是 我在我的里面 主啊 我搬家 这一次搬到这里 好不好 求问的祷告 他的英文叫做 inquiring 就是 一种的情形像 大卫这里求问 求问里面 很暴露我们 就是 我们都是 有自己的很多的意见 像马大一样 为什么你不照着我说的这样想 我明明是要那个 好 你怎么给我 那一个 然后我明明现在就要了 怎么搞的 你已经 等到 那个 拉撒路死了之后 你才来 所以 祷告 祷告 有一种叫做求问 另外一个 很厉害的 就是 最高的祷告 是什么 最大的祷告 是什么 是 代求的祷告 代求是 in the sea 换句话说 最高的祷告 我很受一个提醒 最高最高的祷告 并且是与神同工的祷告 乃是 在 人 把主耶稣 把基督当做 他是我们的朋友 这一个情形里面 那一种的交流 就会让 神在他的工作里头 我们与他同工 我非常受提醒这件事情 为什么 当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 这一些的经历里头 他分到 他把亚伯拉罕分做四个阶段 我们以为 跟主耶稣之间做朋友祷告 那可是出阶的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 其实不是的 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 第一 他是认识荣耀的神 向他显现 认识他出乎刚得就而已 第二 他在他生活的困难中 他有生活 需要的时候 他要 那个时候 他看到 这个神 是 这个 供应的神 这个也不过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 慢慢慢慢 他看到 他是 以利以待 就是他是 豐富供应的神 他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他 翻译拉罕说 他从前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食物 为了自己的宝藏 从第三阶段他开始 他才知道 他才知道他要为了神的需要 好 这个也不过是第三阶段 到了最后的第四阶段 就是他开始 能够有一种的代求 就是为了他的肢体 有一种的 有一种根深的回应 那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学就是 你想想看 我们得救了这么久 我到底在地体阶段 其实 越老练的时候 其实 我们乃是 越来越顾到 有一些 到外生活里面 那些的肢体 常常 代求是什么 代求就是 我不只是顾到我 例如说 我感觉 魏弟兄有需要 我怎么代求 最近我们开始 爹代 大端到我们家吃饭 我们碰到一个弟兄很特别 那马上就 足有感觉 我们要为着 他的属性情 要有代求 而我们碰到 好多的弟兄姊妹们 不管是青少年的 我们都希望代求 但是代求这一部分 在亚伯拉的经历里面 他事实上 已经到了最顶峰了 他是第四个阶段里头 这个时候 他是认识这位主耶稣 这位基督啊 这位神 乃是一个朋友 他是带到一个情形里头 完全全是 在人性的基督里头 他和他之间 那一切亲密的地步 对吧 我常常很 我们很需要受提醒 就是 当我们为着我们的亲 我们自己的下一 我的亲密朋友 或是我们的姊妹 或是我们的另一半 或是我们的下一代 或是我们为了某一种弟兄 某一种姊妹 我们需要有这种的看见 就是这一种的祷告 真的是需要进到那一种的非常非常人性的里头 好像我们跟这位主之间已经亲密到一个地步 我们能够跟他打交道 主啊 所多玛里面五十个艺人都没有 你可不可以拜托拜托啊 然后四十个好不好 但不行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情形 正到一个地步 主啊 我们所认识的 我这个小孩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能够亲密到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种的代求 感谢主 所以啊 这种的结果 就让我们 竟然主在他的过程中间 他这一种的 真正在生命和性情上面 与他示意啊 我们竟然是在神的工作上 与他是合拍的 你看 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祷告 是主先把他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的 你想想看 若是 但是罗德不得救会怎么样 你知道罗德不得救会怎么样吗 基督的家福就可以了 对 罗德不得救的话 他在所多玛里头 也是灭亡了之后 那 路德就 不会有机会 得救了 然后基督就在地上 他的经纶就 灭 断掉了 所以这个 竟然这一种的祷告 是非常预悦神的经纶的 并且他说 这一种的祷告是 事先神 我们跟神之间接触他 发表他到一个地步 他把他里头的秘密放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我们就能够好像在无机无招之间 就有一种的回应到神那去 他好像在根本就没有抓到这个重点 但是却是神在这里把他的秘密向我们敞开之后 我们跟他谈判 有没有时候 主啊 我们有没有觉得 有的时候你问主 花蓮世召会该怎么办 地域区该怎么办 一些弟兄们该怎么办 我自己怎么办 你好像是主先开始一个起头 他把这个感觉放在我们里面 好 我们就跟他有这种亲密的交通 然后主就把一种的非常具体的方式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就跟他有回应 最终这个就是与他同工的祷告 所以感谢主愿意这样的话激励我们 我们非常需要在祷告的事上 要放下我们的偏见 放下我们的快速的快餐 我每天沉岛五分钟十分钟 我就希望摸着神 他说没这回事的 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偏见 我们愿意学习操练 跟主之间有更长的时间 甚至到一个亲密到一个地步 我们与他同工 阿们 求主祝福我们在这样的实心上 Amen 感谢主 我只愿意愿深爱你